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默默无闻的学徒到化妆公司的创始人 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成长故事 中午12点 卢伊萨的化妆室陆续迎来了一群年轻的客人 他们都是即将走入婚姻殿堂的新娘 今天的市装是婚礼前的一次预演 找到自己最完美的妆容 对于每一位新娘来说 都是意义非凡 我们其实是比较针对East Asia客户的 但是虽然说East Asia 但它其实也很大 有东南亚人 越南人 台国人 中国人 就算是中国人 它也有分比较喜欢老外的 这种Western makeup的 就比如说一些born in 就是在这边出生的 或者是在国内过来的 就是稍微审美还是会不一样的 我们一般都会让新娘或者是让客人 先发一下自己的素颜照或者是生活照 然后我们会在照片里面去看他们的古像 看他们的比例 三庭五眼 先分析一下 然后再根据他喜欢的妆容风格 然后去自己在脑子里面过一下 然后等到真人来了之后 我们还会看头身比例什么的 然后再去做一个最适合他们的妆 所以我觉得化妆室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会跟客人沟通 就是不是一味的 就是自己喜欢什么风格 然后就自己擅长什么风格 然后就把自己的东西搬到别人的脸上 路易萨廖来自广东顺德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随家人移民来到加拿大 因为从小喜欢美术 她梦想着成为一名艺术家 他们一开始也希望我去选择一个比较 看上去比较简单一点的职业吧 就是什么老师啊 会计啊那些东西 但是我自己从小就很喜欢画画 然后我自己是很想要去报那个 OK的那个美术学院的 但是呢后来我父母因为他们都是生意人 都是做生意的 都是开工厂的 就顺德那边很多开工厂 然后他们就觉得做艺术家 就是广东话有句话叫 魔娃灾陶 他们就觉得我可能不是 就是不能赚到钱啊 如果单纯学艺术的话 所以比较不是很支持我 然后就决定在经济上制裁我 就哎我就不支持你上这个学校了 那你自己就看着办吧 然后我可能 可能是因为来的也算早吧 就是小学之后过来的话 我接受到的教育 也是比较西方一点的教育 就是说你要去做你喜欢的事情啊 追寻你自己的梦想啊什么的 所以我就比较坚持己见 权衡再三最终年轻的鲁伊萨 做出了一个折中的选择 她申请进入著名的时尚化妆学校 毕业之后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化妆师 我记得我们班里 大概加起来 加上我就三个华人 当时老外还是比较多一些 但是总体而讲 我觉得这个行业吧 就是化妆师是一个 你需要坚持的一个行业 就当年我们学校的学生 真正现在还在做化妆的 我觉得屈指可数 我觉得可能首先你要非常非常的热爱 这门行业 因为刚开始做化妆师的时候 你会非常的辛苦 会非常的累 你可能并不会说 一下子就能接到 像我现在能接到明星啊 或者是能接到演唱会啊 可以能接到一些 很高端的新娘啊 就是你肯定是要有一个积累的时间的 就是说你自己的技术上有一个积累的时间 然后可能你一开始的价格 并不会说是特别好的 不会像现在接到的这么好 可能一开始的单量也不会这么多 然后你可能会所谓的卫生剂发愁 在职业初期 卢伊萨更多接触的史时尚行业 她与环球小姐 选美赛事 时尚杂志 影视传媒等众多机构有过合作 也服务了许多演艺界的明星 他们是由他们的经纪人 或者是经纪人的工作人 就是或者是某一个广告公司的人 去对接的 或者是跟导演对接 所以我们从来不会跟明星 提前能够沟通好他们想要的装发 更多的是经纪人告诉我 他需要什么什么样子的 然后需要进行一个zoom meeting这样子 然后还需要签合约 就明星的话就 对我们提前要说好 什么东西是保密协议 什么东西是按照他们的规定 要去做的这样子 就签好合约了 然后跟他们的经纪也沟通好了 当下当天才能知道 这个明星还有什么事情 就是有很多紧急的状况要处理的 就是很考验 就是化妆师的这个反应能力这样子 相比于时尚行业的紧张氛围 罗伊萨现在更享受 为新娘化妆的亲切感和成就感 她也很感恩这些新人 能够把婚礼上的个人形象 交付给自己 婚礼行业其实更累 婚礼行业的话 你很多新娘可能很早 你很早可能三点就要起床了 然后你就不能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 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是那种赖床的年轻人 就觉得无所谓了什么的 就是但可是那是人家的big day 那是人家最重要的日子 你不可以没有责任性 你不可以no-show 你不可以迟到 就这里面就做化妆师 你有很多的 就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哎呀我身体受不了了 我怕累呀 我一天就工作 就要工作个十几个小时啊 还要那么早起啊 太辛苦了 就是 所以就是真的是 你首先要很喜欢这个行业 就是你喜欢去做这件事情 才能也很有责任性去做这件事情 你才能够坚持那么久 随着鲁伊萨在业内知名度的传播 越来越多的客户和化妆爱好者 找到她一起合作 这让她萌生了创立化妆公司的想法 做独立化妆是九年了 然后差不多在第九年的时候呢 我发现 我都甚至不想给自己发朋友圈发广告了 因为我接不下来 就是我有很多很多的工作 但是我没有一个team 可以去帮我去接这些工作 然后后来转念一想 我为什么只是自己做呢 就其实我可以帮更多的化妆师 去接更多的工作 然后我也可以帮更多的客人 去找到他们要的化妆师 我也想说 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我为什么不去做呢 然后我说做就做 我就建起了我的公司 然后我在找化妆师的时候 可能这些化妆师也 听说过我的名字 因为我好像是做了几个大型活动 然后也后来成为了我毕业的学校的品牌大使 就CMU的品牌大使 所以就是有一些想学化妆的化妆师 就已经知道就是就已经知道我的名字了这样子 然后就很愿意来就是在我底下学习 那在我底下学习过的化妆师 我也比较有信心 就是我教过他们了之后 他们可以运用我的技术 在更多的客人身上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 无论是亚洲还是北美化妆师都是一个跳跃性很大的职业 刚入门槛时要为生计发愁 步入高阶之后年收入却可以高达数十万加币 这也吸引了许多女生来追逐他们的梦想 做化妆师的感受就是累病快乐者 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 因为你有很多的责任 你有很多的沟通 你有很多的就是身体的复合 但同时你有很多的成就感 就是每一个就是 无论你是拍广告的 还是你是就是新娘 就是都是他们很重要的时刻 对吧 你做runway的也是人家设计师很重要的model 很重要的时刻 你都是在他们很重要的时刻的很重要的一个人 所以就是你会觉得自己身负重任 但是你做到了 他们都满意了 你的这个成就感也是高很多的 路易萨和她的团队每年都要接待和服务三千多位 不同文化和背景的客户 他们见证了无数新娘和模特们的高光时刻 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 有各种各样子的因素吧 所以我就后来决定自己化 我发现自己虽然是化妆师 但是到了自己结婚那一天给自己化妆 还是会紧张的 所以我还蛮佩服有一些新娘 他们愿意自己结婚的时候 自己给自己化 我想说那自己又不是专业化妆师 那应该会紧张到爆炸吧 所以我还是建议找一个化妆师化 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化妆师就像一名魔术师 把美丽妆容带给女性的同时 也把自信和幸福写在了她们的脸上 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 也希望今天的节目陪您度过了一段愉快时光 欢迎您打开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RV码 关注我们电视台的微信号 了解更多精彩的节目 祝各位观众朋友 生活愉快 我们下周再见